大致的计划就是这样 你们的计划没有问题 但是 我们是不会参加的 为什么 林队长 虽然我对这个人没什么好感 但是我们的目的 都是在坠茶风影计划 联合起来 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要不这样吧 唐先生 我们先出去 让他们俩好好聊聊 我们先出去了 请吧 顾小姐 你不会因为上官静云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拒绝跟我们合作吧 我跟上官只是同志关系 她作为我女朋友 只是为了掩盖我的身份罢了 我根本不在乎你们的关系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的上风是不会同意联合作战的 抗战开始后 你们的蒋委员长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战事一想 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南无分老幼 所有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 而我们中共中央提出 只有全民作战才是真正的出路 难道你们的上风 职位比蒋委员长还高吗 虽然联合抗战已经形成 但是 我们政府的很多高层并不这么像 这样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我只在乎你的看法 现在抗战已经到了危急的时刻 我们不应该抱有党派之分 今时今日 抗击日后的军人只有一个名字 那就是中国军人 这次行动 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放心 除了你和那个不喜欢我的唐先生之外 我根本不认识上海上的其他人 后面的行动 我们还是会向上风请示 好 希望你的上风可以像你一样通情达理 并且 你们所有的情报 不能对我们有一点隐瞒 我们也同样这么要求你们 另外 我希望在此期间 你们可以放弃策访我大哥的行动 如果你大哥仍然执迷不悟呢 那他就是国人之敌 人人诛之 包括我 好 行动时间定在八点钟 回去以后 我带领一部分人 赶往锻造厂先行布置 看来你对李子墨的作战方案 很有信心吗 刚才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 你不是也对他的计划 称赞有加吗 称赞是一回事 谁来主导这次行动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每次行动 都由共产党来主导 那我们今后 该如何向上风交代 这个我倒没想过 你可以不想 但我不能不想 看得出来 凌双对于我们一起行动的事情 还心存顾虑 在我的预料之中 不过我相信 我们之后的行为 会打消他的顾虑 倒是那个唐顺之 态度还挺积极的 他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要是不在 他应该不是这个态度 李子墨同志 我不希望你把个人的事情 和工作混为一谈 跟你开个玩笑 那么认真干吗 我不喜欢你开这样的玩笑 唐顺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啊 我们今后 是一起战斗的战友 我们要共同抗敌 在战斗中 我在家里等你们的消息 行动结束之后 记得及时通知我 好 知道了 老革命通知 别跑了 我念你们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